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法律的正当 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只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法律规定的程序取得政权 那么取得某种职位 我们就会服从他 那么我们这样一种服从 和他本人的素质 和我们对他本人的感情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这个人可能在上台之前 可能在取得政权之前 我们政见不同 但是一旦他取得胜利 大选取得胜利 那么我们就服从他 那么在现代社会里面 那么这就基于法理基础的合法性 那么韦伯所讨论的 这样的合法性的问题 这样一种研究的角度 可以说呢 这个非常的敏锐 它可以叫做发 我们前人所谓发 它对于我们政治生活的一种 常见的现象 它把它揭示出来 这个当然是我们知道 任何一种有生命的研究 有生命力的研究 它一定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 我们看了韦伯的这些讨论以后 我们回头展望我们的历史 才发现 他说的还真是这回事 他说的还确有其事 历史事实 自古以来东西的历史 比如说我们在西方 就可以看到亚里斯多德 在他的政治学里面 最早就会讨论和马性正体 正当正体 他用的是正当的 正宗的 他把这个人类历史上 各种可能出现的政治统治形式 分成正宗的和变态的 正宗的变态的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说 尤其在中国的史学理论 传统的史学观念当中 我们会把某一个王朝 说成是正宗的王朝 某一个王朝 说成是非正宗的王朝 我们把某一些君主 说成是正宗的君主 正宗的 某一些君主 我们说他是篡位的 那么这背后 实际上都反映出 我们人类在政治问题上 始终存在着他一定的标准 始终存在着某些评判标准 按照这种评判标准 来决定自己是否服从 如何服从 所以这个 实际上在东西历史上 都是存在这样一种 现象的 我们确实会 那么看到 会发现 韦伯所讨论的 所结实的现象 那就是单纯的军事政府 或者说迷信 过分的迷信 暴力统治的这样的政权 在历史上 的确 难以持久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 秦始皇 秦王朝这个政权 尽管他也在力求诉诸某种 正当性 合法性的辩护 也在为自己政权辩护 严格说来 我这也插一句 一个统治者 如果不能做到辩护 他自己都没怕 他自己都不敢玩 你想想 如果不能把自己想象 成为一种超人 一种神 凭什么我 我这一个人 实际上跟大家一样 是吧 那么这个 为什么能够控制这么多人 他连自己都没办法说服 所以呢 这个 他需要这种论证 但是呢 总的来说 比较而言 那么 像秦始皇这样一个政权 建立在 单纯的 法家理论的基础上 迷信 暴力 军事 刑罚的镇压和统治 啊 实际上 我个人觉得 恰恰是他们短期而亡的 这样的原因 啊 一朝复亡 是吧 所以 他们迅速的 崛起 又迅速的走向灭亡 啊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在中国的这个中原大地上 建立的另外一个后来的帝国 比如蒙古帝国 元朝 啊 他和后来同样是游牧民族 在中国建立的王朝 清王朝相比的话 就啊 就能看出出来 他在这个正当性上的极其不足 而这种正当性和马性基础的缺乏 那么 那么主要的原因在于 他在统治策略上 他过分的迷信 军事的征服 而没有花更多的力气 啊 去进行合法性的 这种建构 进行为自己正当性的 这种宣传 啊 所以他没有这样 所以蒙古人在中国统治了不到一个世纪 而且这一个世纪里面 呃 实际上并没有啊 基本上没有完成统治啊 这种内乱外乱不断 所以蒙古帝国最后那么灭亡 因为啊 他根本就是无瑕 他也没有兴趣 进行这种合法性的建构工作 那么当然我们会说 怎么进行合法性建构呢 当然要用意识形态 啊 在中国这个文化下面 要认同接受中国的文化 是吧 通过认同接受中国的文化 来软化我们心中的抵触反抗心理 使人们慢慢的认同接受这个政权啊 这点清朝政府做的就非常好 他的这个汉化程度非常高了啊 这个所以在他进入政权之前啊 在他这个进入这个中原啊 内地之前 已经大量的接收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些建议啊 在文化上采取中原的文化 甚至 以中宣宾夺主的反客为主的姿态 宣布自己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继承人啊 啊 在明崇祯皇帝 那么 呃 死了 吊死在眉山啊 井山啊 那么 为他举行 国上啊 啊 宣布对中国的文化象征 比如孔庙 进行保护 啊 而且 进行这个很快的进行科举考试啊 而 满清的这些皇帝 他们在汉学修养方面后来 在文学修养方面 可以说 超越了中国很多古代的有名王朝的皇帝 他们的书法诗词 是吧 所以 已经没有 这个中外之别 所以 所以他在这方面做的成功 维持了几百年的统治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从历史事实 给我们的政法的 这样一个启示 告诉我们 合法性 是存在的啊 啊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啊 现象中间的一种啊 必然表现 必须的内容啊 那么在东西思乡史上 实际上啊 也有很多学者 这是不约而同的啊 讨论了 实际上在 讨论着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概念不同啊 只有有不同的概念啊 这就是说明合法性研究 它不是凭空 斗撞的啊 不是个假问题啊 我们不能为了研究 为了证明某些人什么 就把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把它论证出来 证明它是有根据的啊 所以正因为如此啊 合法性研究 它为我们呢 展示了政治 分析政治权力 分析政治统治现象的一个 全新的领域 它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说 政治统治里边 一种非强制因素 我们过去不知道 我们过去一提到政治统治 政治权力 马上想到的是暴力 控制力 我们没有注意到 完整的统治权 从来就意味着 思想领域的统治权 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权 有了这个以后 才能够使全力 从被动的服从 变成 起码的自愿的服从 所以思想 意识形态领域的征服 是最重要的 没有这个权力 统治没办法维持 所以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这就大大的拓宽了 对于政治过程 对于政治统治权力现象的 这样的研究领域和视野 展开了展新的视野 让我们看到 在政治里面 这样一种我们几百年来 以前没有把它纳入到正式的考察 正面考察的视野 我们现在来做这样的研究了 所以这是韦伯的 有时候一个伟大的学者 他仅仅发明一个提法 一个贡献 就那么加汇于后人 就大大的推进了 这种研究的事业和领域 那么这个 那么这种研究呢 在马克思韦伯以来啊 实际上就逐渐的 由于他呢 他的研究的有客观的根据 他揭示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 重要的政治现象 权力现象 所以逐渐的 受到学者们的研究的注意 这个大致的研究进展 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在韦伯 只是提到一个 粗略的方向 概念和框架 那么 在韦伯以后 很多学者 沿着他的这个方向 进一步的思考 比如说 那么社会学家李普赛特 他呢注意到了 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的 相关性问题 我们前面说了 尽管 暴力统治 带来的强迫服从 不等于自愿服从 不直接的等于合法性 但是呢 我们也会注意到 一种政治统治 哪怕是开始是赤裸裸的 赤裸裸的军事征服 一旦他维持长久 也逐渐的会 使被政府者 被统治者 在心理上 产生某种变化 正如恩格斯 所说的 类似的这样的话 人民对一种统治 起初可能是反抗 后来逐渐的是忍受 再后来呢 慢慢的习惯 甚至变成了 舒舒服服的被统治 所以我还举 电影 《销声科的救赎》里面 比如说 那位 那么长期 坐监狱的老布 他可能 我们没有看到 他一开始 进监狱的状态 当他从社会 被投入了监狱之后 他开始可能是忍 可能是反抗 然后慢慢的忍受 直到最后 他习惯 而且变成了一个什么 心甘情愿的被统治 他把监狱 实际上 他把这种象征性的监狱 变成了他的家乡 他的生活的故乡 故远 他非常的习惯 以至于 当他要出狱的时候 他反而不能习惯 反而把外边的社会 当成了监狱 是吧 所以这就是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个持久的 有效的控制 虽然并不直接等于 自愿服从 直接产生自愿服从 但是 在时间的维度里 在时间的延续当中 政治统治权力 他的功能 俗进 会在人民心中 产生微妙的变化 时间一长 这个统治 一旦维持下去 而且治理的还可以 慢慢的这种反抗的人 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正面的例子 我们可以想 比如说 那么清朝 在他入关之后 面临了非常激烈的反叛 甚至这种激烈的反叛 实际上当然任何时候 我们后面还要讲 任何时候 一个王朝不可能做到完全的 取得所有人的支持 获得那种 那样一种程度的高度的合法性 总是有反对 有反抗 所以像中国的民间社会的反抗 后来演变成 你比如说 这个各种各样的会党秘密组织 白连教 甚至中国的这个什么 甚至后来的一些帮会 红帮 青红帮 红帮 那么红帮里面 他的前身可能就是 现在有的研究 就是 那么这个 为什么是红帮呢 为什么信奉红色呢 红色 朱元璋 朱明 怀念朱明 他的前身都跟这有关系 所以这种渊源流长的这种反抗 实际上都是存在的 但是呢 我们说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随着清朝对全国的征服的完成 随着他的 那么政权的巩固 这种统治有效性逐渐的加强 那么反抗的这种 这样的情绪慢慢的也缓和 反抗的人 不合作的人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呢 他的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越来越巩固 这就是有效性 当然还有另外的 比如说 在一个王朝的治理下面 我们开始可能不接受 后来发现呢 通过的治理 我们确实是 社会生活安定 人民的这个物质生活很富足 这样的话 也会接受 在历史上 比如武则天 作为中国的唯一的一个女性 当了皇帝 那么他当皇帝以后 那么当然也引起国内的公开的反叛 那么尤其引起那些传统的老的 那么这个早期的那些统治集团的精英们 那些老贵族们 这些反对 那么最后 我们知道在他的有效的控制下面 也是慢慢的平息 也还有人支持 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这就是合法性和有效性 这个里面呢 也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在思考 就是不是这个呢 不是太成熟 可以插一句 就是有时候真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呢 这个里面反映出我们人类的一种 某种生命意识 我甚至觉得 生命意识 就是说我们人类呢 容易对于一种呢 活得长久的 比如说一棵树达到几百年 我们对他就有一种神秘感 一个老人 我们对这个世界各国 老人活到百岁 这个生命的奇迹 他挑战了我们生命的极限 让我们产生一种 莫名其妙的这种崇拜感 会有这样的 同样对一个王朝也是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